當你化眼妝時 很多時候手震 眼線會滑 或者很多時候我們塗深色的眼影時 都可能會掉在下面 好像現在我就想示範給你看 如果眼影掉下去 但你沒理由整個妝尾射 MJ就很細心 出了一隻眼布射妝啫喱 很簡單 不需要過水 你只要擠一點出來 然後就印在你有問題的地方 就像現在這裡 你會看到眼影掉下來 一個啡色的烘在這裡 那怎麼辦呢 那你就放在這裡 它遮蓋 然後就可以很簡單地滾走了 你看這枝棉花棒已經黏了眼影在這裡 在這個時候 你只要補回那個 印在粉底上就已經可以了 那它不用擔心 會不會弄了那個啫喱上去 它會很黏粉 妝會不貼的 不用擔心 完全沒有這個問題 你看看 出來的效果非常好 而且很滑 現在到了眼睫毛的部分 那首先呢 用摺毛來結了那個眼睫毛 那現在已經結了 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在那個摺毛那裏上一個bass 因為上了那個bass的好處 就是可以令到那些摺毛更加平 那它MJ這個bass都挺好的 因為它裡面是加了一些黑色的fiber 那就不會像其他那些 你可能塗完那個fiber之後呢 那它就會好像那些摺毛啊 白色一層在這裡 它這個就是黑色的 那塗了這個makeup base之後呢 那些眼睫毛呢 就可以比較 然後就保持得挺一點 而且也能保持一天的 好了 那我們先上完這個makeup base之後呢 我們現在就去上這個摺毛液了 那這個摺毛液呢 我們只要以Z型這樣去塗上去 那這個摺毛液呢 很好呢 就是可以防水啦 防油啦 還有防汗的 那要留意呢 我們塗Mascara呢 一定要塗到那個根部那裏 那就不要只塗在最後的位置 因為如果這樣出來就比較不自然 那塗完上節部呢 我們都可以塗完下節部 然後下節部 那如果你想一隻眼呢 放大一點呢 那盡可能呢 在眼頭的位置呢 那些眼睫毛呢 可以再拖長一點點 這樣就可以令到呢 整隻眼看下去呢 就更加感覺了 就更加可以很娃娃眼的 好了 腌脂呢 我們選擇了這個Wall Street 那如果你想有瘦面的效果呢 那你就可以斜上去 那你看下你自己的蘋果肌在哪裏 那然後呢 就斜上了 那我去塗邊支也是啦 那就不要只呢 拿這個掃這個尾 它這樣畫的時候 就會很實 很自然自然的 那我們可以把掃呢 其實有一點點打平放的時候呢 它出來的感覺呢 就可以更加自然的了 那由於我們呢 主要呢 是那個眼妝 那所以去到嘴唇的部分呢 我們就不會塗一些那麼強的顏色 那MG的一隻唇脈呢 它就有保濕成份 那我們可以用這種唇脈 那輕輕的這樣呢 來到它令到那個嘴唇呢 感覺呢 比較滑一點 那是它會有一點點 那是它對 那是它會有一點點